隨時都可以上 隨時都要上 其實一直都這麼說的 我記得一開始 今年見證著三明路的誕生 見證著一系列的比特幣ETF 或者以太幣ETF誕生的時候 我記得私底下說一定可以的 你這些位置沒可能不行的時候 比特幣是15000元 15000元 你看上去是在看6萬 看10萬 你最多輸15000 然後可以贏10萬 這個是天載難逢的直撥機會 到現在其實都是很直撥 就算它已經升了倍幾左右 都是很直撥 因為看上去 大家都是看10萬美元流上 比特幣 比特幣的價格 10萬美元流上 10萬至15萬 有什麼可能會升這麼多 就是會升這麼多 因為這個信念上來說 我都算是一個最有信心的 大概兩年之後比特幣是大概這些位置 算是最有信心的 因為它的遊戲規則就太清晰了 明年就會供應減半 你只要將這個規則 應用到任何的資產 比如說股票 比如說黃金 比如說可能是其他不同的資產類 其實都會升到瘋狂的 但是就是世界上沒有一個資產會這麼明確跟你說 我明年就不賣這麼多的了 我明年就是賣 本身我賣1000元 明年就是賣500元的了 全世界都沒有 黃金不會的嘛 你開採量很穩定的嘛 然後股票你連年都有人 就是有些員工他會行使一些 像是營購權 像是Elon Musk那樣 他沽完那些 他又拿新的出來又可以再沽過 那整個世界根本沒有一個這麼明確 跟大家說的供應量之後會怎樣的資產 只有比特幣會有的 這個是遊戲規則 一定要搞得明白 一定要去理解 去研究的 另一件事 如果說起搞笑一些 太外壞了 就是誰會有這麼明確跟大家說的供應量呢 就是美金 美金就是永遠都是印多一些的 就是說 無限美金永遠都會印出來的 一旦有些什麼經濟大問題 我們就印美金了 所以美金就永遠貶值 那連帶著整個世界的貨幣都一定是貶值 那所以就此消彼獎 那你貨人的銀子不斷有新的供應 比特幣不斷小新的供應 就是簡單的經濟學 所以比特幣就是永遠都是會成的 所以就只差在升多升少 只差在一個時間 所以持有一定要有長線的思想 就是不要走短線 哇 十萬美金啊 現在衝下去就all in 然後怎知道跌到要剪刀剪 然後又止蝕 千萬不要這樣 這個是風險管理要做得好 嗯 好 那個概念一定是要長線些少 不是這麼快就見到十萬元 至少你剛剛也說了兩年啦 還有駐馬那個控制要做得好 其實除了是供應那個問題之外呢 其實會不會都是關於現在大家都衝勁 就是美國息口就真是見頂的了 純粹是資金拍回風險資產呢 這個當然是有原因啦 但是我自己一直都主張從來都是 就是消息是一個催化制 它不是它升或者它跌的原因 消息只是催化了它好消息就升多一點 壞消息就升少一點 如果它是要升的話它怎麼都會升 你消息只不過當中就是有些催化制的出現 那當然要看什麼消息啦 如果無緣無故的戰爭當然就真的會影響得很深遠的 但是如果你說是這些的 譬如說最近比特幣出了ETF 就是在美國那裡出了現貨的ETF 又或者是最近意識FOMC 或者是白蘭克或者是不知誰 誰說這些這些都是催化制來的 全部都是催化制 它只會影響了那個升勢多還是少 但是它不會令到那個升勢本身要升 但是它會變成跌很少的 如果它是要跌的話 無論什麼消息它都是會跌 如果它是要升的話 無論什麼消息它都是會跌 那我會傾向以這樣的角度去分析消息 就不要被消息牽著走 因為另一個角度就是 如果經常用消息去解釋的升跌 你就很容易被消息牽著走 當有新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個又要重新分析有新的消息 然後又要覺得這個消息才是對的 那你就會被消息牽著走 從而做到什麼就是根本不知道 那個方向究竟是怎樣 沒有方向的 因為你就等消息而已 那個消息可以解釋在一起的 所以你的方向 整個人就很不定 然後屁股很尖 買什麼都坐不住 然後賺一點點就走 然後輸很多 那些又拿著它 會很容易變成這種流閘 所以我自己傾向 一向都是方向為主 消息做催化制去留意